大家好,現在我們在這間清田七陸,是台灣日治時代的古蹟 的日本夜,隔離這一位大家都很認識,就是台灣的中國問題專家明居正教授 哈囉明教授 沈教授好,大家好,我是明居正 其實是很大壓力,不知如何訪問你,而是問到一些大家覺得是很有深度的東西 因為我們的距離差很遠,即是我們的後輩 明教授真的比我年輕很多 所以其實這次真的很想看看你現在對時局的分析 特別是對香港的情況,希望你置點迷津 在你未講這麼沉重的事之前,不如先講一點你的背景 因為其實我們上次自從我貼上的照片之後,我發覺反應是非常非常非常激烈的 都應該是有六七千個Like,然後大家都有很多問題 是很誇張的,但原來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你是懂廣東話的 應該是吧,我在那個節目上做過廣東話的節目 應該大家有看過吧,如果沒有看的話,就快點去看,我趁機做廣告 其實你為何會懂廣東話的 你是從小到大都講廣東話 應該這麼說,其實我第一語言真的是廣東話 因為我媽媽教我講廣東話的 我都是廣東人,我爸爸媽媽都是廣東人,所以是講廣東話 但是台灣生,台灣大,所以出到街上去學校讀書,就講國語了 所以相對來說,過語變成我的教育語言,所以過語之後再流利一點 廣東話在家裡講,但是比較講日常洋語 所以那些比較深一點的語言,相對來說比較不懂得說 而且深一點的學術語言,可能講英文,可能更接一點 因為這是訓練的關係 一名教授的學科,可不可以這麼說,以前就是 跟中國的power struggle那方面是你最專門的研究 好,其實應該這麼說,這是我的研究主題之一 我最早訓練的幾個方面,第一個是國際關係,國際關係理論 第二個方面是比較政治,比較政治是研究 差不多200年來,世界各個國家的政治發展的過程 最重要是推動這些國家政治發展的過程 它根本的推動在哪裏 比如說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沈教授很清楚 工業革命產生了經濟的社會科技的到軍事的到政治的變化 一連串過來 所以這個是比較政治的基本研究 除了這些基本理論之外,你就要走到個別國家 比如說美國怎麼走的,中國怎麼走的,你選幾個國家 我們自己是中國人,所以當然很自然地選中國問題 而方面,台灣呢,當時面對就是大陸的壓力 我們年輕的時候,兩岸關係都很緊張 因為當時打過仗,因為我們是走難過來的 所以因為家庭背景也好,因為當時時代環境也好 對這些問題當然比較注意 到了有機會受交友,對這些問題比較關心 所以一步步就走進來 兩岸問題後來才發展出來 我們最初開始研究的時候 兩岸關係基本上不存在 一旦打仗,一旦不打仗 所以當時是叫匪情研究中心 對,是叫匪情研究 所以如果回香港的時候,我應該叫匪情專家 現在這樣說好像不是很禮貌 所以大家說是中國問題專家 聽起來比較好聽 因為現在在香港也不容易找到這類的中國問題專家 很可惜,其實當時很多人 在早年大概差不多 一九五零年代不用說 六零到七零年代,八零年代 香港有很多這些人 他們自己本身不一定是研究這些問題 但他們是在大陸生活過很長時間 那為了走難走到香港 那當時為了謀生呢 他們沒有什麼其他能力 就寫了那些分析文章 有些寫得非常之好 因為他們自己本身是共產黨員 或者什麼 經歷過一定層級的那些政治運動 甚至政治,甚至乎政治鬥爭 所以他們從很小年紀 就是為了自保或者生存 他們看很多相關的東西 加上當時的政治教育 政治訓練 所以他們懂得怎麼看那些東西 簡單來說就是看政治風向 來到香港之後要找飯吃 其他都沒有什麼專長 專門寫這些東西 所以在香港的什麼明報 或者什麼報章寫了很多東西 當時我看到很多 分析得非常之好 大家一回到圖書館 掀回當時的報章寫 你們知道很厲害的那些人 譬如說 我舉一個例子 有一位先生 他天天在報章寫大陸的文革 文革後面的余波蕩揚 他三天兩頭寫 對文革的預測 和政治局勢的預測 基本都適合 哪位呢 因為叫司馬長鋒 大家都不知道 聽過 聽過 還有很多 很多是那些 譬如說那些 那些 那些 觀察家 那些反而 所以就是 那些人很多 但現在好像慢慢 大家不太關心 比較可惜 那些人被背景的基礎 訓練都不一樣 所以很特別 我受他們啟發很多 所以你覺得香港以前都是一個叫中國研究的中心 是 真的是這樣 如果當時香港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台灣的中國研究資料很多人不對我公開的 一個人看不到的 但香港的報紙雜誌通街都是 如果你有 access 看到這些 你的資訊片 充滿很多 所以這是香港便利的地方 加上 中文大學 當時設了一個中國研究中心 有很多資料 那我去香港 都去那裡看過 都找過資料 他們跟外界有些交流 所以 他們的諮詢 我們都用得到 即是說中文大學 是中國研究防部中心 是 現在好像要 要收了 要收了 所以 過去這麼多年 其實明教實 你對香港都有很多的接觸和感情 是 去過多少次 一生人 有沒有數過 其實我對香港的感情 差不多 怎麼說呢 半個家鄉 雖然未曾住過 但是廣東人 所以對香港總是覺得比較親切 去到香港 語言文化什麼都沒有問題 唯一危險就是過街 過街上 你每次不確定 要先忘了 你先忘了 好了 等到你搞清楚 差不多要回台灣了 出去的時間都很短 那 所以 去香港的機會 不是頂多 但是很親切 吃東西更親切 香港通街哪裏都好吃 隨便找個小店 什麼都好吃 比台灣好吃 所以 買野藥的時候 我記得 就是 差不多二十幾年前 朋友請我去買 我這件衣服是馬會 還是哪裏 馬會啊 我一直想問 這個 是不是香港的馬會有事 是台灣 是那時代買到現在 是 很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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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保暖 不知道現在買不買到 我三件 不同色水 明教授說 香港的黃金年代 中國研究也好 整個香港也好 回歸之後 就開始改變了 是否去到什麼階段 你才去不到香港 嗯 說起來都是差不多 我想一下 有個十兩年 有一次我進去的時候 被他爛了下來 我就看著那個職員 就做海關的職員 就拿著我的護照 和那個入廣證 這樣一看 逐個字 逐個字這樣看 我想看 什麼看得這麼仔細 一定有問題 對啦 邊邊我的朋友都進去 只要我還站在那裏 站在櫻框那裏 這樣看 然後他看完之後 他就問 啊 他前面的電腦 電腦上有一張A4的字 他就這樣一個字 一字這樣對 對完之後 問邊邊說 我有沒有舉報他呢 他不知道我會聽廣東話 那我問他舉報什麼 我問他有沒有舉報他 邊邊的女兒說 當然要啦 那他手下去按一下 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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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叫我等一下 那我站到邊邊去 之後呢 然後呢 他就叫我等一下 那我站到邊邊去 他就帶我來 我問他 我問他什麼事啊 我檢查行李 我就這樣看他 他問他要進去檢查 那我就嚴重了 那 跟著那個A4走進去的時候呢 在那個機場 我走很遠 從那個門口 走到那個位 等到四十分鐘 好 那我更低 以後我先幫見尾講話 到文言話 放我走 就走出來五分鐘就走到 最前面四十分鐘 就是 擾亂我的心智 的 好了 那 進去之後 就問話 他說 你上次什麼時候來香港 我忘記了 我說你看電腦 因為電腦不會錯 我會錯 我說錯 你可能會拘捕我 但電腦你看完 是你的事 我問你自己看電腦 我問你 你香港做什麼事 我做什麼什麼事 我講得很老實 一點都沒有錯 又沒有騙他 又沒有說謊 請你坐下 他坐得很久 又過了上個小時才有那個高級的壓實過來 他就問了我兩句 我說你坐下說一下 他說不錯 我坐下說 我有話跟你說 我說 我什麼理由 他說 保安原因 我說保安原因 我說 我說台灣大學政治系主任 有保安問題 我說 如果你們中大的政治系主任 讀到英國 人家被我爛下來 我有保安問題 你有什麼感覺 他說當然不舒服 我說是 我就是這個感覺 我說了半天 我說 阿Sir 我說我可以不入香港 無所謂的 你怎麼搞的 你難過 他怎麼會 我說 你幫香港搞到最後 自己你難過 我可以永遠不來 我可以不來買東西 不來吃東西 不來玩 不來探親 你要住下去 你要在香港住 那年是九百年 九百年 九百年 九百年就已經被難住了 是 on what grounds 他沒有跟你解釋 不論理由 是某些言論 沒有 我一向平和 沒有說過激的話 都沒有說過激進話 我最多說最激進話 就是中國語民主化 那不是九百年 我說錯了 九百年是上一次 那次被難 就是 200幾年 2006 應該是 不知道 應該是 0102 0102 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還是住人 所以 那時候我就知道 香港變得很厲害 已經就是 我快不認識了 因為之前我認識香港 是很自由很開放 順積很流通 延狼那方面都很自由 但是那時候 我知道不一樣 而且我很多 在香港的朋友 都被警告 互相警告 說 我要小心點 什麼 23條 事情還沒有開始 2003年前 他們怎樣警告 沒有具體說 他們說受到警告 說我要小心點 叫我廣告也小心點 所以我說 不過是這樣的 我又不會說到什麼 很激烈的話 或者什麼 所以 感受很強 因為以前我都說 香港是很自由的社會 香港在我心目當中 一直是一個 雖然沒有民主 但是有自由的社會 這個自由是有法治保障的 法治是英國範圍基礎的 所以基本上 是一個 普遍的法治 是一個 公共的法治 所以 所以 我們一般 從比較先進國家 過來 覺得很自在 現在 所以當時我跟阿瑟說的話 不是預言 我只是提醒他 如果你在香港的人 都這樣去處理香港法對的話 最後 你是 枯死自己 現在好像慢慢發生 所以自從那次之後 你就沒有再進入香港 沒有啦 因為後來沒有機會 後來沒有機會 也不是說 不算 沒有機會 所以 在過去這麼多年 香港的改變 你除了 入不了境外 你覺得 對你來說 最不同的地方 在哪裡可以體現到 我想就是去年的 反送中運動 大家都知道 我當時預測 我比較悲觀 幾個小時 真的都發生了 那 一步步走下去 我們都不希望 香港行上這樣 雖然我心中的 隱約都感覺到 可能我行上這樣 甚至會比現在更差一點點 當時真的有感覺 但那時候 我不是很願意公開說話 我是不希望行上這樣 不過現在的確是這樣 包括例如說 黎智英被拘捕 有幾個小朋友被拘捕 被問罪 有些人被DQ 然後辭職 然後言論時候 空間慢慢縮窄 這些都很明顯 很多朋友是去年 即是年青一代 是去年的運動 才開始認識明教授你的言論 因為以前香港朋友不是這麼關心政治 那時候 你也預測了很多事情 包括了 是否死人 也包括了 最後是否這樣收場 現在你覺得 還有哪些你當時的預言 將會出現 當時我講到幾件事 我第一 會 因為那時候 大概五月底 我有感覺 六月九日 第一次大遊行 接著是 差不多十一日 我做的預測 之後幾個禮拜 大概差不多四到六個禮拜 但我不斷在講這件事 所以當時我聽到第一個就是 大拉人 第二就是大打人 第三就是 偷偷殺人 又偷偷殺 但是死完之後 讓你很明顯看見 因為他讓香港人知道 我是會殺人的 因為共產黨過程是這樣 但是香港有個國際關注 雖然不能在街上 明目張膽殺人 但我偷偷背後殺人 讓你知道我殺 那你就會害怕 共產黨一直在做事 一直在管人 所以當時我提醒我 香港朋友出去遊行之後 回家就要小心 千萬不要落單 尤其是女生 當時我講得很清楚 因為我怕這件事發生 後來都一件事發生 後來很多人問我 你看會不會解放軍進入香港 我說機會很小很小 那他怎麼管制呢 我說應該是 用香港警察變相界業 當時我講了 就用了幾個折 所以現在大概是這樣 老實說 香港國安法推出來 比我們預想都做得多 我們預想本來說 應該不會這麼快出來 應該說你要做個面子 你不希望美國幫你逼上來 所以預計不要這樣做 所以後來習近平推出 這個香港國安法之後 我想就是 他碰到其他挑戰 比較大應該是內部的政治挑戰 加上在太子黨這些人 在香港有錢有勢有什麼 可能會搞到他 那 共產黨做事就是這樣 他反應就是 我計算敵人 計算多計算兩步 所以我又多做兩步 所以就走到這樣 所以相對來說 雖然當時的預言慢慢實現 但我們真的 一點都不高興 老實說其實是非常傷心的 最初你是沒有預計到 國安法這麼快推出 是 本來你覺得是什麼時候會出呢 我覺得他聰明就不要出 聰明就是 改幾個條例 用這個來玩 好一點 出了這一步 老實說真的 有些超過我們想像 等於說 習近平的判斷 香港非常非常危險 我才會走到這一步 所以我們認為 他們的估計就是 過度而來 我們先休息一會 回來就講一下 未來的走向